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一直和平友好 经济往来十分密切 两国之间的友谊被称之为巴铁 一度被大家津津乐道 目前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 已经结束了他的访华之旅 他是4号到的中国 期间还访问了我国的深圳、西安两座城市 访华之旅结束后 现在也是到了该为他的行程做复盘的时候了 实际上夏巴兹此行应邀来中国 主要是为了办成两件事 第一 求中国救命 夏巴兹此行的第二个目的 就是为了求中方再次出手拉他们一把 因为就目前的形势来看 巴基斯坦国内的经济形势可谓是岌岌可危 相较于夏巴兹兄弟纳瓦兹执政时期 598亿美元的外债而言 这个国家如今的外债总规模 按世行提供的数据来看 已经达到了1240亿美元 可谓深陷债务泥潭难以自拔 更要命的是巴基斯坦的经济属性 这个国家大量依赖对外进口 来维持国内工业运转和居民消费所需 但目前八方央行的外汇储备 只剩下了90亿美元 这些钱只够支付巴基斯坦两个月的进口费用 因此现阶段巴基斯坦需要借贷更多的外债 6月12日夏巴兹政府就要提交年度财政预算了 他将寻求在新财年获得至少60亿美元的贷款 目前八方已经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 寻求自1958年以来的第24项救助计划 而中国就是巴基斯坦能否顺利获得IMF贷款的关键 因为巴基斯坦目前基欠中国的外债规模达到270亿美元 占该国债务总额的比重达到了13% 如果中国方面能够在债务上 对巴基斯坦继续采取包容态度的话 这将非常有利于八方向IMF申请新的贷款 对于这位老朋友 中国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 今年早些时候 我们再次推迟了八方到期的一笔20亿美元债务的偿还 对于八方来说 全球范围内恐怕只有中国这位债主能够为他们做到这一步 可以预见为了帮助八方拿到新的贷款 中国一定会大开方便之门 提供他们所需的帮助 第二 为中八经济走廊提速 中八经济走廊是中国一单一路战略的旗舰项目 总价值高达620亿美元 这将规划在巴基斯坦内建设一个旗舰海港 众多的发电厂和遍布南亚国家的公路网络 这会为巴基斯坦带取超200万个就业岗位 巴基斯坦是一个人口大国 但同时也是一个穷国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该国2.4亿人口中近40%处于贫困线以下 去年 该国的通胀率一度飙升到40% 目前虽然有了大幅度的下降 但仍然徘徊在20% 对于八方来说 中八经济走廊就是救活这个国家经济的良药 因为这项规划将彻底改变巴基斯坦的经济格局 为其建立起现代工业国家的一切要素 但近些年来 受到疫情和巴基斯坦国内经济困难 再加之频发的针对中国工人的事件影响 中八经济走廊一度陷入了停滞 此行下巴兹访华核心目标中的核心 就是重新搞活这个项目 小编也注意到 5月31日中八经济走廊联合合作委员会会议上 中八双方共同提出了第二阶段的发展方案 将建设五条新走廊 使其更符合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框架 并且八方还将减少政府参与 加强私营部门和中国企业的伙伴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夏巴兹此行 还带了一个由78家巴基斯坦企业组成的经营代表团 在华期间会见了我国天然气、能源、信息技术和领先技术领域企业的高管 目的就是为了加深双方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为下一阶段将担子交给私营部门做铺垫 实际上对于中国对巴基斯坦积极帮助的事情 网络上是存在意义的 很多人认为这样的付出不具有性价比 巴基斯坦这块贫瘠的土地无法让我们获得回报 这钱等于打水漂 这种观点实际上只算了经济账 而没有算政治账和安全账 实际上把巴基斯坦建设的更好 更强给我们带来的回报是难以想象的 从安全上来看 以瓜达尔岗为中心 以铁路公路多渠道建立起的直连中国新疆的能源运输线路 将有助于摆脱我们对马六甲能源线路的严重依赖 特别是在战时 一旦美国联手新加坡封锁了马六甲海峡 中巴的这条能源线路就会成为我们的救命线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 莫迪已经开启了他的第三个任期 他领导的一人党输掉了下议院过半数的主导地位 可以预见到 一个更加弱势的莫迪将更容易被西方国家所掌控 小编也注意到 印度近些年来似乎正在疏远俄罗斯 这个信号十分关键 印度未来可能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 遏制中国的最大战略伙伴 因此我们必须借助巴基斯坦来压制印度的野心 一个经济上强大起来的巴基斯坦 对于压制印度来说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故此 小编认为 下一阶段中巴之间的经贸合作还会进一步加深 甚至随着地缘政治的深刻变化 这样的合作将会扩展到其他领域 上个月3号 嫦娥6号顺利升空 对于绝大多数处于五一假期中的国人来说 它是个好消息 但也仅限是个好消息了 毕竟咱们探阅的次数多了 也就有了平常心了 但对于邻居巴基而言 那可意义大不同 商议人守着直播 在看到成功发射的那一刻 无数巴铁民众爆发出了欢呼 因为这意味着巴基斯坦也迈出了探阅的第一步 嫦娥6号上搭载着八方的立方星 其设定的目标是搜寻月表兵的痕迹 而如果没有中国的顺路 那光靠巴基斯坦自己努力 不知还要等待多少年 此外就在五月底 我国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还成功将巴基斯坦多任务通信卫星发射升空 有质有量 圆满完成 巴总理 夏谢里夫直接发来贺电 说这体现了中巴牢固的伙伴关系 而军事方面 最近印媒也报道 说巴基斯坦正和沈飞谈判 不仅希望能引进歼三一 还希望能引进其全套生产线 直接达成在巴基斯坦本土生产的目标 而如果谈下来了 那巴铁可一举飞跃 成为少数几个能产五代机的国家之一 如此领先 怎能叫印度不嫉妒 歼三一是我国研制的第五代单座双发隐形战斗机 它拥有1300公里的作战半径 最大7.8吨的载弹量 先进的航电系统加上优异的隐身性能 让它可以胜任多种作战任务 而在性价比这一块 我们拿捏得死死的 物美价廉自然深受巴基斯坦喜爱 对于中巴的合作 印度自然不满意 他们一边说歼三一个种不好 一边又在继续拨经费 给所谓的印产五代机 AMCA 但14年前 AMCA战斗机就立项了 但如今还是停留在设计阶段 等到它真正投入造出样机 都要再等好几十年 也是怕巴基斯坦空军超越印军 印度国内就有人建议 说采购美国的F35 或者俄罗斯的苏-57 但采买和自己生产 那肯定是不一样 当然 如今一切都尘埃未定 八方音乐曾正式对外公布的消息 说歼三一采购的基础已经垫顶 至于生产线 中巴双方目前都未严明 把巴基斯坦视为眼中钉 印媒就曾嘲笑 说就算中国卖 巴基斯坦也囊中羞涩没钱买 他们认为 其背后可能会存在中东国家买单 比如沙特等 而一架歼三一的采购价格 预计在6000万美元左右 巴基斯坦的军费这些年 也就在100亿美元左右 所以说 如今并不排除这个可能 至于有网友猜测 歼三一会在八方手中更换零部件 这种情况 以前也确实存在过其他的机型上 但如今 以中国的航电雷达 弹药性能来说 这无疑是化蛇添足 费心费力还得不到好 巴基斯坦愿意舍尽求远 那也是他们的个人选择问题了 还有人担心技术流失 事实上 中国既然敢卖 那这方面也就无需担心 需要担心的是印度 毕竟其一直不遗余力 在中印边境挑逝 又长期和巴基斯坦交火对峙 一旦后续让八方空军压着打 那印度的不可一世 可就被狠狠打脸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